大家好,我是厨子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传统的家常菜 纷针排骨 希望大家喜欢 首先将排骨放入盆中 清洗几倍 直至没有血水 将清洗好的排骨 加入姜泥 盐 鸡精 白糖 干花椒 胡椒粉 生粉 料酒 抓匀上姜 再倒入适量的蒸肉蜜粉后 搅拌均匀 将红薯盖刀切成大块后 投入半炉盘中 稍作搅拌 去一大碗 碗底放一块姜片 先装入排骨 再麻生红薯 将麻好的排骨放入锅中 大火增长35分钟 由于分量比较多 所以时间不用得比较长 增长情况下 25分钟左右即可 去一盘子 摆在蒸好的肉上 然后快速翻过来 放点铝水电准 即可上座 分成排骨 是四川的一道串通材料 鲜轩扣扣 麻辣味可以自由调节 小伙伴们快去试试 厨子所产 一个分享美食与主菜心得的地方 更多更好建议 请视频下方留言交流 创作不宜 您的关注 是厨子创作的动力 我是厨子 谢谢大家